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布解体 预示着长达44年之久的冷战正式结束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都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 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互相依存 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 随着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快速崛起 让也美国第一为发展理念的冷战活化时 门磨刀祸祸 开启了新一轮以遏制中国、俄罗斯崛起的新一轮冷战 俄乌冲突的引爆已经将俄罗斯牢牢按在乌克兰战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将目光放在中国身上 据俄美塔斯社8月4日消息 德国图林根州州长拉美洛表示 欧洲需要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安全体系 西方国家所谓的安全体系就是军事同盟组织 例如北约、华约等 另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缔约国 都应互相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以解决欧洲大陆冲突为重点的防御联盟 德国需要一支强大的国防军 并且是武器精良的国防军 拉美洛在这个特殊时间点提出这一观点 肯定是另有深意 美国2024年大选 如今还在激烈的博弈和较量中 哈里斯和特朗普各有优势 谁能赢得大选 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知道 但是考虑到特朗普上一任期对待欧洲的态度来看 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 未来四年欧洲肯定是不太好过 此刻与俄罗斯多增加一些互动 也算是未雨绸缪 另外 北约如今的战略目标就是俄罗斯、中国 如果拉拢俄罗斯再建立一个军事同盟组织 目标毫无疑问 那就是剑指中国 德国想拉拢欧洲和俄罗斯 共同对付中国 德国好一手一十三鸟之计 第一 德国想要挣脱二战沉重枷锁 紫乌冲突 巴以冲突的爆发 让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德国国内关注焦点 长期奉行和平主义 军事克制的德国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建设 由于德国发动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军事战略一直都是德国的禁忌话题 如今恰逢世界局势动荡时期 德国2022年设立了一个1000亿欧元的国防军特别基金 用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 计划与欧洲国家一起采购防空武器 加强深化与法国的防务合作 投入大量资金 进一步开发台风战斗机 意图摆脱所谓二战阴影 将德国恢复成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大国 第二 无论是从俄罗斯 还是从德国角度来说 双方都不排除合作 原北约秘书长罗伯逊曾表示 自己在1999年至2003年领导北约期间 在与普京会面时 普京曾希望俄罗斯可以成为西欧的一部分 普京也表示 你什么时候邀请我们加入北约呢 罗伯逊表示 我们不会邀请别人加入北约 都是他们自己申请加入北约 另外 我们不会与无关紧要的国家站在同一阵营之中 罗伯逊也是在暗示 俄罗斯与北约国家不同 他们不是同一类人 另外 德国确实需要俄罗斯 更准确地说 德国是需要俄罗斯廉价能源 并为德国重型制造业提供动力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 德国55%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于俄罗斯 且德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金额已经超过211欧元 使得德国成为俄罗斯继塞浦路斯荷兰之后的第三大投资者 如今 德国已经完全断绝与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取而代之的是挪威 尼日利亚和美国进口天然气 然而 面对居高不下的天然气进口成本 很多德国居民已经对过高的采购成本表示不满 如果可以和俄罗斯缓和关系 重新采购廉价天然气 对于德国企业 居民来说都是百利无一害的 第三 如果特朗普再次赢得美国大选 美国优先政策将会重出江湖 届时不只是中国 就连欧洲 日韩都会再次成为美国针对的对象 与特朗普上一任期不同的是 此刻的欧洲更愿意同俄罗斯修复关系 能源是工业的血脉 没有能源作为基础 如何能生产出高价值的商品 更何况俄罗斯能源的廉价是那么吸引人 而俄罗斯这次也不会轻易相信欧洲国家 因为俄罗斯已经被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骗怕了 俄罗斯曾经一心向西 结果换来了无尽的制裁战争 5月16日 在中俄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 两国达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并且中俄两国关系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经得起历史考验 不是几个西方政客几句话就可以轻易瓦解的 欧洲联合俄罗斯遏制中国注定是失败的 相信俄罗斯会更加清楚 中国在面对西方国家轮番攻击下 依旧屹立不倒 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注定会让俄罗斯走得更远 中俄友谊远远流长历久迷奸